没有跟你的健身 或篮球有关的这些技能 或者是能展示的东西 就是之前我很胖 可能我现在很熟 但是之前我很胖 我之前的照片 我是曾经的你 真的很胖 对 那你现在是个小胖子 你要是这样来求职 我特别开心 你现在这样来求职 我压力特别大 这个还是挺胖的 我特别想知道 从那么胖 然后到这样的几个块 你是怎么样做到 这跟找工作有关系吗 有啊当然了 你看刚才唱歌 跟找工作没关系 现在减肥就跟找工作有关系了 你们这不是明显的重要吗 这个我觉得还多多少少 有点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他找的是运动也有方向 他怎么能够自己 做好身材的管理 是不是一个自律的人 我觉得也对他未来 有可能的工作岗位 有一定的匹配度 但是我告诉你 下回 不许在没有腹肌的男士面前 晾腹肌 你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别门 就你 好吧 那么你整个这段减肥经历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去复制 你有什么心得 就是需要很大的毅力嘛 你先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用了多久 先说时间 咱们用了多久 我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不到一年的时间 然后每天 什么样的方法 每天就是健身打篮球 多长时间 每天健身一个小时是最少的 然后打篮球的话 基本上就是打到晚上的 那个篮球馆关灯 一天运动的总时长加起来 大概有多少 六个小时 差不多要五六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 你在饮食方面还会严格要求自己吗 饮食的话 基本上一天只吃两顿饭 然后的话基本上就是少油 少盐 几顿饭这个不科学 真正健身的人是少食多餐 而且要摄入自己需要的东西 你是会通过请教专业的人士 或者去专业的机构咨询以后 自己制定 还是说按照自己的理解 去减肥做吃的 我是按照自己的理解 因为他现在其实是没有相关的 这个专业背景的 所以他只能以爱好者 那可能我们首先开放的是 客人顾问这样的岗位 就是连销售带服务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要了解孩子成长 因为这个青少年 他整个的身体的结构 然后是跟成人不一样的 像刚才你那种吃法 小朋友就饿傻了 当你掌握了足够的专业知识之后 可能我们会把他们 往这个教学的岗位上去引导 你的专业和你过去的三份经历 都跟我的匹配都是最高的 留人约有酒店部门 那你五年的规划是什么 你觉得你最擅长的是什么 未来五年 未来五年的规划 职业规划 职业规划 没想过 没 全样 没想过是吧 是不是没想过 对 他就是没想过 潮汐这个问题很好 我们回到职场的一个话题 你给我的一个整体的感觉 你现在很年轻 然后呢 颜值身材都很好 大家很受欢迎 然后呢 其实更多你是凭着 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做 比如说民宿呀 或者说很开心的那样的事情 包括像篮球也是你喜欢的 但是你别忘了 你会长大 你会到三十四十五十 你会成为一家之组 那这个时候 你未来的职业的 在职场的核心竞争力 我觉得是你这个年纪 一定要想好的了 所以我现在希望你是一个 非常认真 有目的性地去找一份 真的有规划的工作 全耀 我觉得 你从厦门大学毕业 我说一下 从厦门大学毕业 来看你现在的薪资 其实你是平均来讲 略地还挺多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对你的看法是 我认为你过去的这两年啊 太爱玩了 你没有正了八经 把你厦门大学学的东西 在工作岗位中用出来 也拉低了厦门大学 整体的收入标准 我来提醒一下各位企业家啊 没有这个职业规划 他当时也承认了 韩依呢 作为这个同校的校友 也给了他一些建议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啊 他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还有一个重要的标签 就是他今天选择 把我们的节目 把这次求职的机会 当作重新出发的起点 在他刚刚要出发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到他 更多的建议 但是不要给他 更多的阻拦和压力 还有打击 对吧 全耀五问一个 跟你学习能力 有相关的一个问题 你是厦门大学旅游专业 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的 在酒店工作过 在公寓工作过 在民宿工作过 那么工作两年的时间里边 有什么收获没有 如果是在酒店的话 要按照规章制度 这些办事嘛 但如果在民宿的话 可能就说来的都是客人 然后大家都是 比较亲和的这种 就我觉得就够了 那亲和我们只能 当作一个素质 不能当作一个职业技能 你有哪些职业技能 职业技能 你问我具体的哪一方面 我可能 我说实在的 我可能 就举不出来特别具体的 但是基本上多多少少都会一点 只能这么说 你知道吗 你这样回答 让人很难给你 就是岗位 我想提醒一下各位企业家 虽然是说 他有两年的工作经验 但实际上在今天 他整个的表现上来讲 其实他还是一个小白 小白 对 所以就是说 我们在对他的整个的评价上面 其实我们要去看他 现在所拥有的素质 我还真的建议你 去找一个好的老板 到一个正规的公司里面 先去受一些你所谓的磨难 这样的话 可能会利于你未来的成长